欢迎收看八字实战两座 我是主角老师张伟光 这节我们讲一下那个冻婚 大家看这标志 这是冻婚一 还有冻婚二 因为那个标志比较多 我想做几件例子 让大家对总标志 有更清晰的了解 一个人 何时冻婚 出现恋爱的迹象 从八字中 是有标志的 我本人的经验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长期的经验 因为准确率是很高的 所以拿着更大的学习 要是没有经过自己验证 但是我都拿着了 婚姻宫焚冲 焚合焚止 斗魂 难民出现实战 实战上官 正财天财 斗魂 难民出现正财天财 冻到实战 斗魂 这里啊 我把每种情况都取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一个八字是 假银 这是日注吧 其他的我就 省便不写了 婚姻宫焚冲 粉冲什么情况 申 比如申年 申年婚姻一冲 婚姻宫一冻 是不是就有结婚的迹象 当然前提是他还没有找到对象 如果找到对象 婚姻宫焚冲 这一年就闹矛盾 可能会分手 分局 婚姻宫焚合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亥 亥年是婚姻宫焚合 合他本来就代表启事 婚姻宫焚合 很明显就是 冻婚是吧 婚姻宫焚合 分直 分直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个 假银 如果在更银里面 大家一与面一分银是吧 这个银和银 是不是相同啊 这叫分直 这叫分直 一般情况下 缝和缝直 这个冻婚姻宫更好一些 这种感觉是稳定的 这个动婚就是谈恋爱 但是毕竟波动嘛 就是说谈不用多久 就开始闹矛盾 吵架争吵 有分歧 是吧 并不是很早 男命啊出现失神伤官 正财偏财 动婚 我拿那个 更来举例 如果他走了子年 或者汉年 或者什么人啊 鬼啊 这是不是史上 我们断这一年动婚 可以断动婚 如果 换成什么 换成荧幕 盲目 或者假荧幕 什么都写了 这是不是正财片材 也可以看什么动婚 那么时常 神伤官和财 动婚一不一样 不一样 神伤官是自己 非常喜欢的业绩的 就感觉没他不行 我非常爱他的 正财偏财就是财队相 有点感情 没有感情 没感情 随便 女命呢 正财偏财 这我就不比较 什么的实人伤官相似 我们看例子 这人八个 找 极丑年09年是不是偏财 今年是不是冬风 鬼四年 是什么 是实神 是不是也会喜欢上一个女儿啊 也会喜欢女孩子 这个 我们看看 丁汉年 大家看看 因为这个人是辍学比较早 我们给你找的早一些 丁汉年 还有那个 物子年 大家看看 帝君是不是官杀是吧 尤其是物子 是吧 不因为又和又不官 这年应该是不是冬风啊 好 今天课讲这里吧 大家更多视频听 可以更多的晚上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